今天要跟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介绍历史上几条比较有名的有标志性的几件裙子 第一件呢就是可可香奈尔的小黑裙 相信每个女生衣柜里面都有几件小黑裙 那么当时可可香奈尔刚开始起家的时候 她刚开始其实是做帽子的 那么法国当时流行的是那种比较繁琐的帽子 然后她推出的却是与之相反 非常的简洁非常的舒适 然后使大家眼前一亮 于是这个帽子推出来之后呀 大家争相购买 但是可可香奈尔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她决定要进军法国的这个高定时装界 于是她在进军时装界的时候呢 她脑子里面的对时装的定义就是说 一定要简单一定要高雅 于是她觉得白色黑色是最能代表女性经典的两个颜色 她觉得说如果我的衣柜里面只能有一件裙子的话 那件裙子就一定是一件小黑裙 那么小黑裙的搭配我们下次可以专门做一期 有很多经典的搭配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小黑裙也成了可可香奈尔的一件标志型的裙子 那么第二件说完了小黑裙 我们来聊一聊梦露的小白裙 电影里面七年之痒的这条小白裙 你一定不陌生吧 那么其实它的背后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当时梦露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电影的摄影师Samson 她就觉得说如果梦露的气质能够穿上一件白色的沙制的裙子 再替铁口用古风机把这个裙子给吹起来的话 那一定是有一种别样的效果 于是她就想出了这个主意 然后用一台很大的古风机 让梦露站在这个广场上 当这个古风机把她的裙子吹起来的时候 当时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 但是很多的群众还是热情高涨 他们就想来看一看一睹梦露的风采 然后梦露特有的性感撩人的气质 再加上她这个标志性的动作 把这件露背的白色的褶裙 映衬得更加的有风姿 从此她也更加奠定了 她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地位 这部电影也大放异彩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这一张照片 梦露当时的第二任老公 是一个棒球明星 在跟她结婚九个月之后 非常的愤怒 她觉得梦露太过于性感 而且她怎么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 拍这样一张照片呢 不知道是因为这张照片呢 还是说这张照片只是一个导火索 他们结束了自己仅仅九个月的婚姻 第三件裙子很有意思 是一件绿裙子 在电影《乱世佳人》里面的时候 斯嘉丽穿了一件丝绒的绿裙子 那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她当时说这件绿裙子 那么有意思那么经典吗 在电影里面 其实当时她没有钱去买一件高贵漂亮的裙子 与她的心上人约会 这时候她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她扯下了家里面的这个丝绒的窗帘 然后把窗帘的吊坠做成她的腰带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电影里面这条裙子很有意思 她的肩部设计是不对称的 然后这个吊坠又变成了别出心裁的一个腰带 然后据说她帽子上面那个是一只死乌鸦 然后具体的真实性我们就不做考证了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这样一件绿色的裙子 她不仅没有说让我们觉得斯嘉丽这个角色非常的刁钻 反而觉得她在端庄中透露着可爱 有一种很小俏皮的感觉 接下来第四件裙子呢 是奥地利的公主西西公主 其实在20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 我当时去维也纳有参观过西西公主的博物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买到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是西西公主的一个头像做成的一个盘子 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个盘子上面 有她的这种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装饰品 叫做西西公主的新型的装饰 她很喜欢就是说带这种形状的发饰呀 还有项链 我当时也买了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但是很少戴这条很少戴这个项链 因为我觉得好像跟大部分衣服不是很搭 但是这个大家感觉一下 就是西西公主这是一个纪念品啊 就是不是真钻的 大家感觉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奥地利的公主 然后她如此的爱美 其实她背后也有一个我觉得是一段比较悲伤的故事 其实西西呢她从小长大的时候 她都是无拘无束的天真烂烂的 可是她进入奥地利的这个皇室的之后呢 其实她过得非常不开心 她觉得宫廷这种很束缚的生活并不是很适合她 她的这种个性得到了压抑 当然我有时候在想 一个人的个性她在这么压抑的情况下 她居然对自己的外表还有这么极致的追求 据说她的身高是有1米72 然后体重常年都是保持在50公斤以下 甚至她在怀孕的时候也是这个体重 她的腰围只有50公尺 然后你就可以想象说天性浪漫 然后对自己的外表有极致追求的这么一个少女 然后现在非常受约束 在宫廷里面也不开心 她其实我觉得她有很多很忧郁 后期有很多很忧郁的气质 她喜欢散文 她喜欢骑马 她喜欢旅游 那你可想而知 这种非常具有浪漫情怀的这么一个人 她其实跟宫廷这种非常有条条框框的生活 是格格不入的 所以后期她非常的不开心 但是西西她作为奥地利的一个代表 就是大家公认的 她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到这件裙子也是她很有代表性 我当时在那个博物馆里 还是看到了这条裙子的圆照 确实她的腰围非常的小 然后裙摆很大 衬得她腰围更小 这条裙子是新洛可可时期 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风格 你可以看出她的裙摆是向横向的一个方向发展 我不知道当时她们活动是不是方便 但是总之是 你看她这个细节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美 她除了对服装对自己的身材都有很苛刻的要求之外呢 她对自己的头发护理也是很有心得 你可以看到她这一头长发 发质非常的漂亮 她也跟她的朋友分享了很多就是小tips 她是怎么样去护理她的头发 总之我觉得这样一个爵士美女吧 其实在这样一个宫廷中有这样一个很压抑的生活 确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再接下来一条呢 也是小黑裙 是蒂凡尼早餐里面 当时就是贺本那个非常经典的背照 就是她望向橱窗 然后她的那条裙子背故事有一点交叉的 因为本身贺本的身材就是比较娇小的 然后比较纤细 这条裙子的设计就完全突出了她的优点 然后她这个发型也是经典的贺本头 据说呢贺本每次出来的时候 她都因为她跟那个季凡希是好朋友 所以她一些重要场合的服装都是由季凡希先生亲自打造的 原本这条裙子的设计呢 是一个高开叉的 就裙子一直开到她的腿的 这个几乎到了根部 那么导演看完这条裙子的设计之后呢 觉得并不是很符合剧中人物的这个感觉 再加上当时的名风也是相对保守的 于是这个剧里面的一个服装导演呢 他就改动了季凡希先生的这条裙子 他把他的这个侧线全部缝住了 那么现在真实的原设计我们也无从考证 不知道长什么样 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改动之后的这条裙子也是很有风格 就是更映衬出了贺本那种优雅别致又有一点娇羞的这种感觉 就比较内敛的一种感觉 我个人觉得这个感动还是蛮不错的 再下来一条裙子呢 要跟大家聊的也是一条黑裙 那么这条黑裙它不是一般的黑裙 它是戴安娜王妃的复仇装 当时这条裙子的历史背景呢 是她的丈夫 查尔斯王子在立储25周年的时候 在电视上宣布她跟情人卡米拉的关系 那你可想而知站在戴安娜王妃的角度 自己的丈夫居然公然承认这件事情 她跟情人的这种关系 那她肯定是很震怒的 当所有人都等着看戴安娜王妃笑话的时候 她却很镇定 她当时拿出了就是说早早设计好的 三年前就设计好的这条裙子 为什么说这件裙子很有历史意义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裙子的设计 其实肩部在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下 然后她又是皇室 所以说其实还是比较大胆 稍微有一点暴露 比起她之前穿的衣服 但是戴安娜王妃当晚参加晚宴的时候 选择了这条复仇小黑裙 你可以看出来她非常的明艳照人 然后不仅没有因为她丈夫的事情表现得惊慌失色 反而是光彩夺目非常的镇定 所以说其实这条裙子的意义就是 从那天开始 从这条小黑裙子开始 戴安娜彻底告别了她以前的生活 她不再向她的丈夫跟皇室低头 她决定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 所以她也开始了她的人生下半场 很传奇很多很传奇的故事 再接下来这条裙子呢 是一条夜光装 相信每一个女生都有公主梦 都说幻想着哪一天能够像灰姑娘一样 穿上一条闪闪发光的裙子 那么其实这条裙子就是真实存在的 在Math Gala 也就是去过纽约的朋友都知道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 他们有一个慈善晚宴 然后慈善晚宴呢 当晚就会有很多的时尚名流 模特去出席 那么有这些人的地方 当然就是一个名利场 大家都争其斗艳 然后都穿上自己觉得最漂亮的衣服 在2016年这个Math Gala 晚宴上呢 美国的女性Claire 当天就穿了一件 这条非常 就是我现在要跟你介绍的这个夜光装 有意思的是 它在户外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留意到 它这件裙子到底有多出彩 是一件灰蓝调的 抹胸的长礼服 拖地的长礼服 当然当天的这个主题是科技 当这件裙子进入到室内的时候 那么重点来了 灯光暗下来的时候 这件礼服 整个就是闪闪发光 光彩夺目 你看到 是不是很心动 我觉得有一天 当时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说 哇真的很有一天 我希望 就是我也能穿上这样一件 很神奇的衣服 然后圆下我的公主梦 很棒 很漂亮 这个设计 它当时当年也是拿下了 那个最佳服装奖 最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条裙子 真的我被雷到 对 是的 就是怎么形容这条裙子呢 我觉得我只能说无语震惊 这条裙子就是Lady Gaga的生牛肉装 她在2010年的MTV颁奖礼上 当时穿了这件轰动一时的生牛肉装 对 你没有听错 生牛肉装就是 真的是肉 我在想说 她穿这件裙子的时候 会不会感觉到很冷 就是因为为了保鲜 这条裙子据说是从运输到最后穿上的时候 一直都是放在冰箱里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Gaga姐就是Gaga姐 我为她的勇气点赞 有人采访她就说 问她为什么要穿这样一件生牛肉装 她当时这么说的 她说我想传递的是 如果我们每个人不去捍卫我们的立场 表达我们的信仰 那么我们的命运就会像这件生牛肉衣服一样 我们会沦为跟她一样的下场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爱她 你恨她 Lady Gaga她都是非常有自己的个性 以标新利益而著称 我还是得为她的勇气 点个赞 很猛 那么今天这个八件 就是我要给你聊的衣服 标志性的裙装 那么大家总结一下 要成为一件历史有名的一件裙子 需要哪些特征特质呢 第一点就是 名人穿过 对 如果有一天你是一个有名的设计师 你希望你设计的裙子 能够留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 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名人穿过 第二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都是单色的 黑色绿色 好几个黑裙子 有没有发现 所以说就是穿上你的黑色小礼服吧 黑色有点是最经典的 第三个就是裙子本身也许就是简简单单的 但是它都有一个历史事件在背后 当你想看到这件裙子的时候 你想起当时的那个历史事件 所以其实也不知道是事件成就了这个裙子 还是裙子成就了这个事件 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些裙子都是比较有想法 都是比较标新利益的 如果你真的想做时尚idol的话 那可能有时候真的得播出位 最后我想说的是 也许这些名人呀 还有这些裙子 不是我们日常里面所能接触到 也不是说我们每天都能穿的 但是我觉得每个女生 其实都是自己电影里面的女主角 只要你穿上 你觉得适合你的裙子 在每一个年龄 在每一个场合 你都会大方异彩 那么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